原标题 此人是国民党级别最高的起义将领 毛主席趁他为老上级解放战争后期 国民党政权开始土崩瓦解 大批国民党将领纷纷宣布起义 从而避免了许多无谓的流血牺牲 在这些提议的将领中 有一个人的级别非常高 连毛主席都尊称其位老上级 他就是国民党元老承贤 承贤是湖南省里灵人 1903年21岁的承贤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湖南武备学堂 后被保证日本留学 在那里他结识了黄兴 宋教人等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 并开始对革命产生兴趣 1905年 承贤加入了刚成立的同盟会 成为孙中山的追随者 辛亥革命爆发后 承贤到武昌驻黄兴指挥炮并反攻汉口 1912年 中华民国成立 承贤任湖南军事厅长 1917年 1920年 孙中山两次发动护法运动 承贤都全力支持 并先后被任命为湖南护法军司令 陆军次长 1986年 承贤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 此后数年 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 承贤多次起起伏伏 1936年 承贤晋升陆军上将 任总参谋长 并被授予一等保顶训章抗战爆发后 承贤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兼河南省主席 抗战胜利后 改任武汉行营主任 承管华中军政 1948年初 承贤任湖南隋敬公署主任兼省主席 仍及湖南军政大权于一身 1949年 承贤与湖南隋敬总司令陈明仁 一起率湖南保安部队 及国民党第一兵团在长沙举行起义 为和平解放湖南做出杰出贡献 亲中国成立后 承贤先后担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湖南省长等职 1952年秋 毛主席邀请承贤来家里做客 饭后两人边说边聊 来到了中南海边 毛主席看到岸边停着一条小船 便提议成前一桶饭舟 两人在船上坐稳后 毛主席亲自操江华船 城前一看忙说 是不得 是不得 你是国家主席 又年建花家 怎能让你为我荡奖 毛主席却笑道 你是国民党元老 爱国高级将领 又是我的老上级 家乡人 还分什么彼此 何况你是古兮之孽 总不能让你华奖吗 还是客随主便吧 原来 毛主席早年曾在湖南新军中当过兵 而当时城前是湖南军事厅长 是新军的顶头上司 因此 毛主席后来一直尊称城前为老上级 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伟人的胸怀 1968年4月5日 城前在北京病逝 享年87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